掌值收股息,星期一跌了 現在晚上9時29分 情況與上星期一樣 低點在上午已經見了 慢慢又升回 但還是跌了 見到有些人問 為什麼大陸降準也會跌? 降準與股票在大陸來說是沒有關係的 中國降準是有任務的 這次降準是要給一些條件 銀行放數出去給企業 特別是地產公司 讓他們有舊債到期的時候 有條件再借回來 去蓋舊債 有條件去拿這些錢 去不夠錢開工 不夠錢給工人給工資 就可以有條件去繼續營運 繼續起樓 等下了訂的老百姓有樓交租 主要是這樣 如果中國這次降準 之後股票大升 中國不太想見到這些事情 所以 降準是降準 市場還是市場 另外一種看法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你對著升市 對著跌市 你要有一套心法 有一套心法去做 待會我會講解一下 我想很多朋友 將來面對著升市跌市 都會比較穩定 好像很專業地去做 如果你認真去投資的話 恆生指數就跌了 到現在在17000點 17000點也比之前 14000點 15000點 那時候我叫人買貨 現在一跌得多些 有人買貨 買回去 港幣明顯就好很多 這十日八日 之前就經常在藥方陪回 每晚都要接貨 每晚都要 每晚都要 人家沽了 可能人家沽了貨 就拿些港幣 去銀行換美金 那些銀行就 要去市場買些美金 總之 港幣就在藥方那裡 很久了 你看整個半年都有 從五月到十一月 現在這一輪就明顯 就好很多了 但是人民幣 強了幾天 現在這兩天又跌回 日本紙反而升回 這個現象 我想港交需要看 這個現象 很快快實行 人民幣櫃台 快快實行 如果人民幣轉了 勢向上 找鬼買你的港幣 你要等人民幣 弱的時候 開一個季筒 開一個專櫃 給人民幣買港元支撐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是對沖 人民幣的跌勢 第二 人民幣買了 港幣幾個月之後 收息的時候 可能利息 算回人民幣 還好 因為人民幣跌 如果人民幣轉了勢 港交所還不實行的話 就沒有運行 港交所 這個項目 我覺得是夠忙級的項目 你已經沒有什麼優勢了 經常說自己有優勢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優勢 你的生意額 經常都是這麼低 千億 像上海 深圳 那些萬億 你連大陸的市場 都不夠人的Volume 真的很難 很難玩下去 所以要做就快點做 那面對跌市 或者升市 你就不用猜 明天升 還是明天跌 很坦誠 一個邏輯 某軍 他現在坐在這裡 去猜 明天升市 你有沒有行動 還是猜 是吧 就等於猜一個謎語 如果你是真的要行動的話 你就應該 如果你真的 覺得自己有個 成功的機率相當高 你猜 股市場的成功機率高 那你很明顯 你猜明天升 你就今天買貨 是吧 如果你猜明天跌市 你今天就賣光 那些貨 那些貨 就回來沽空 你不想這樣做 你自己有什麼貨 你減遲 到跌了之後 就撩回 理論上是這樣的 但是很多人都做不到 猜不中 譬如有人猜 有很多消息 中國降準 猜它升 結果就跌 猜不到 所以 做事的方法 應該是這樣 是這樣的 等它開市 一打開的時候 如果是升的 好 看看我有什麼股要減遲 有沒有利潛 又就做 不到位 不做事 休息 做別的事 一開始看到它跌 看到它跌 看看跌不跌到位 所以 我有沒有貨想買 有沒有貨想溝 有沒有貨想溝 有沒有貨想門馬 就想想 這是很專業的事 不是很緊張 就是 那些 擁有去買 就是現在這些 現在這些 一跌就擁有去買 因為之前沒有買 買買 這樣 就升回去 就會走 主要是這樣 好了 我再說一說 今天看到有一個 裸景還是贈慶的標題 新地 投得安達神道 第二幅地 赤價低於領展五成 我之前不是 經常說領展 最厲害 就是很急躁地 不計時機 掏錢出去買東西 我猜新地之前 一樣有入標 不過人家入標 比領展低於領展 領展就很恨 有幅地發展 給高價 現在新地 人家的老手 這次又投了 上次投不到 今次又投 投便宜五成 領展到要做數的時候 那些股價 測量師 就猜你 拿著地有多少錢 一猜 猜低你五成六成 就行動 因為同期 鄰近地方 有交投 人家是2.96億 你可能是3-4億 那你就被人猜低了 那就虧虧了 但是 他跌了很多 領展跌了很多 除靖之後也跌了很多 如果跌到現在 現在他會有五成六成 五成六成 跌到四十多元的時候 現在是有投資價值的 如果他出來解話 如果他出來解話 解他那些 即可換股債券 那些解話 他會有機會 補回這5% 我認為 不需要跌 多了 如果跌多了的話 覺得 他夠便宜 那便宜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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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認為便宜 便宜 起碼到 接近上次的低位 至少 跌多了 1.2元 跌多了 便宜 不用急 不到位便不買 有保 當然是有價值才可以買 它跌得低,就有條件升 那你覺得不夠位,關注一下這個股 看它近日有什麼消息,近日有什麼走勢 它做了之後,不對的話,就下隻 奧博,奧博又怎樣呢? 奧博又有朋友問,什麼時候可以買? 它賺了,又想再買 有些貪心,但貪心也不是問題 只是想賺錢而已 我覺得奧博是這樣的 奧博之前的長期營運,長期股票的台階 就是在2.8至3.1元 中間大約是3元左右 如果安全性比較高,就在3元或樓下 如果你想擁有賭股,就可以買這些 賭股就是賭股 不是買你的旅遊事業,你的房間多漂亮,有多少設施,有多少演唱會 不是買那些,我是買蠔賭股 蠔賭股 賭就是賭,你有賭業我才買 你沒有賭業的,我可以買另一隻酒店股 所以它今天升了6.9% 不要再買了,不要再追 讓它跌下你才買 跌到什麼位置是有原因的 因為它長期之前在這些位置走 所以我就標明這些位置 認為可以投資 因為它長期站在這些位置 很久,大約半年 3元吧 3元買就不用3元,不適合就不買 是嗎? 它還一夜的 它雖然沒有業務 它可以將它自己拆骨 它在賣貨 它將自己的場地賣出去 如果有人接手 有人認為是營運 它就套現了 它套現了一些盤 雖然是 在賬面上可能是 比前年賣出去 是會低價了 但是我想它 是營運了很久的場地 它現在賣出去 應該被它最初時候的落本獲利了 這情況就等於 比如騰訊在賣 在送美團 在送京東給人 電台上有人說 送送送送 就是沒有東西 但是你反過來 如果它拿著這些東西 價格又在下跌 被人估值又越估值 又越估值 你的盤生意就會越做越縮 所以趁機有人要賣出去 自己核心一點 就做好一點 它也是這樣想的 拆骨 如果錢夠營運 其實可以派特別股息 拆骨 我賣了資產 賣了資產 有特數 如果管理場好的 就派特別股息給股東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我不是說監視它 隨它 怎麼想 我們再說一隻股 我是有的 在拆骨的一隻 以前叫聲節 現在叫做 好過癮的 真的 幾核子菇 派五核幾子息 我試過 我沒空就說那隻 我現在在拆骨 它可能在減持非核心的賭業 做回自己的基地 做回自己的基地 還沒到價 不做 沒問題 中石油這隻館 我又關心的 它今天跌了1.7 但跌到3.39 如果你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我3.41出貨 3.3幾出貨 上次入貨價是2.98 和3.08 如果它跌到之前入貨的位置 我之前都可以買 現在都可以買 我都出貨了 現在等著第二個回合 看看是跌了 但還沒跌到我心疑的價位 那就不做了 沒什麼特別的 不是說你一定要做事 要買貨 我也有的 每一個邏輯都有原因 我可以告訴你 雖然我接近70歲 我記得之前怎樣出價 所以你看回我的舊片 你就會知道 我又買這個8.57鑊 都做了兩次 又沒跌夠 接著 又看到消息 太平保險集團 增持公行 至5.34% 之前是5.08 現在5.34 即是買了0.25% 即是它自己的總holding的5% 是這樣的 這些機構買東西 保險公司買你 所以 公行 之前勝福也不錯 可能是因為這些機構 投資者在賣 在賣 這些保險集團 收了保費也要投資 買這些 是吧 中國現在 中國現在在走一種 叫做 個人的 退休戶口 去銀行做 有身分證就可以了 去做 買一些產品 那些產品 可能是一些基金 可能是一些年金 給一些人 自己有錢 額外買多些 退休保障 這樣 這方面 有些保險公司 做的 可能是 這些保險公司 將來 會繼續買這些股 我猜這些消息 會陸續出來的 可能第二間銀行 又有其他基金 在賣 但一說出來就跌了 買夠了 買夠的人 想一下 買了 我還沒有遞過 買加買 這樣就跌了 好了 這隻股又如何呢 又沒有跌到我的價位 我之前是3.3幾買入 3.7幾出貨 之後又升得不錯 我又沒有碰它 升市我不買股 它現在跌下來 但又沒有跌到 我想買股的階段 起碼跌到我上次買貨的位 趨近我上次買貨的位 高一點也不要緊 因為情況變了 但起碼都要趨近我上次入貨的位 就是3.3X 我觀察著 今天還未到位 知道有什麼消息 那就不做 沒有問題 不要心急 韋爾達 韋爾達 韋爾達怎樣呢 下個星期就隨正 6號隨正 6號是隨正日 即是要4號5號 星期五就是2號 3號4號 只有星期一一日 如果跌過4 我會買的 如果這幾天跌過4 為什麼它分析就是過4 現在它的股價就是包含了分析 現在去到這麼問水 如果這幾天有什麼市況不好 跌超過4 我就買它 我預測整年派息有4.4 至少有9.5厘或10厘 我就買它 如果它不跌的話 我不會買的 就等它隨正之後 看看跌多少 跌凸我就會買 跌凸過4 我買 今次買來 就是等美期業績 就算了 是吧 有了計劃的 一點都不方丈 你在這裏 跌市就有跌市 跌市看看有什麼貨買 是吧 我這個頻道 我都發現了 有些朋友留言 有人是50元買中電去收息 現在都幾好 是吧 有人又問我267 7元好不好買 我說好買 現在又幾好 是吧 這個頻道 都不少人獲利 如果它實踐到 實踐到 都幾好 不是亂來的 我有些朋友就這樣說 都差不多18分鐘 有些朋友就說 不如我這個頻道 就星期六、星期日 不要講那麼多錢 有些朋友說 我投稿進來 看到我這樣 用普通的 slide 就在那裏講話 他說投稿進來 講一些有關長者 其他的事情 什麼長者的福利 什麼長者的健康 就是這樣 我想一下都幾有意義 都幾有意義 因為我看到那些財經台 我看電視都是 星期六、星期日 他們播放一些其他事情 飲食、旅遊 等等都有 一開始星期一 又再賺錢 都幾好 但是我 如果他們肯做 我就會確認他們 但是 但是他們的實踐能力 又是不知道 很少人像長者收股息 那樣實踐的能力 可以長期觀察著自己心儀的股票 希望多些入息 吸引長者 看看 幫助他們的知識 即是知識 如何令到長者的生活更加豐盛 還有年輕人 希望能夠獲得一些心得 如何為自己的將來 自己變成長者的時候 如何生活得更好 今天講到這裡